老婆,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等会去上班的时候顺便订一个蛋糕,今晚回来给你好好的庆祝一下 老公,那太好了,对了,我也好久没有回娘家了,要不今晚也把我爸妈叫过来,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,你看这样的安排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,你嫁给我的这些年,我都没有好好的给你过一个生日,那我下班就去把丈母娘他们接过来,我们一家人一起给你过个简单的生日 老公,真是太感谢你了,那你想吃点什么菜呀 今天你才是主角,你要多买一点你自己爱吃的菜,想吃什么就买什么,不要舍不得买,我呢,不管你做什么菜,我都爱吃 好的,等我把家里的衣服晾好,我就去买菜,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地聚一下 那我先去上班了,你买菜回来就休息一下,要是你不想做,等我回来做,也可以 你只要把菜买回来就行了,我等会提前一点下班,去把丈母娘接过来 丈夫说完就去上班了,没错,财神爷来了,留下一句财神到家,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,婆婆突然从房间走了出来 儿媳妇,你和我儿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,今天晚上你要过生日吗 妈,是啊,我和小凯都说好了,我去买点菜,小凯再订个蛋糕,今晚再把我爸妈接过来一起吃顿饭,简简单单地过个生日就好了 这生日有什么好过的,你又不是那些小姑娘,都结婚有孩子了,还过什么生日呀,过不过不都是一样的吗 还要去订蛋糕,蛋糕这玩意又贵又不好吃,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呢 订一个蛋糕也花不了多少钱,咱家人少,买个小一点的蛋糕就可以了 就算花不了多少钱,都是我儿子辛苦挣的 再说了,你都已经当妈了,怎么还会有过生日这种想法呢 孩子想过生日也就算了,你一个当妈的人就不该想这东西 你要多为我们这个家考虑,花钱要精打细算,不能大手大脚的 要是钱都被你大手大脚的挥霍完了,那以后我们这一大家子,吃什么用什么呢 妈,小凯挣的钱是要给这一大家子用 平时我们确实要精打细算,可是今天我过生日 买菜花的钱,是我自己挣的,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和我儿子是夫妻,你挣的钱不也是我儿子的钱吗 我儿子的钱也就是我的钱,所以哪有花长辈的钱,去给自己过生日的道理 妈,我辛辛苦苦挣的钱,什么时候成你的钱了,我是嫁给了你儿子 这不假,可我自己挣的钱,我想怎么花,我有权利做决定 再说了,上次你过六十岁生日的时候,我不也给你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吗 还给你订了一个大蛋糕,你怎么一个字都没说呢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,我是长辈,是你的婆婆,晚辈给长辈过生日,这是理所当然的,也是你们做晚辈该做的 可你不一样啊,你的孩子还这么小,他们还没有能力给你过生日 就在这时,去上班的丈夫又走了回来 妈,你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,你怎么能和我媳妇说那些话呢 小美嫁过来以后,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心,现在她只是过个生日而已 我只是让她不要浪费,不该想的不要想,不要大手大脚的花钱,我又没有不让她过生日 现在买个蛋糕,你都这样说她,那要是她想买个比蛋糕还贵一点的东西,那你是不是要直接对她动手了呀 儿子,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,我又没有说错,本来她就是结了婚当妈的人了,还像小姑娘似的过生日,有这个必要吗 妈,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当初我就不赞成她出去工作的,一个女人出去挣什么钱呢,在家相夫教子,这才是女人该做的事情 妈,你赶紧把你那套思想收起来吧,现在什么社会了,你还当是以前呀 小美她大学毕业,有能力挣钱,为什么要留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呢 再说了,小美她有自己的思想,她想工作就工作,想当家庭主妇就当家庭主妇,她可以选择她自己想过的生活 挣钱是男人的事情,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,做做家务,带带孩子,不该出去抛头露面,你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 妈,我现在花自己挣的钱,都被你说一大通,要是我不工作,一分钱都挣不到,那我在这个家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还不得天天看你的脸色过日子呀,要是我拿你儿子挣的钱买别的东西,那你是不是要对我又打又骂了 我嫁到你家这些年,难道我对你这个婆婆不好吗,不孝顺吗,还是因为我做了些,什么事让你看我不顺眼的 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给我们看了,你一张嘴我就能看出来你是什么人,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,看不惯我 妈,我说的那些都是实话,怎么在你眼里就成装模作样了,我到底哪里做错了,让你处处看不惯我,你告诉我,我改,好吗 小美,你够了,你少在我跟前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,我儿子才不会吃你这一套,别在这里装可怜了 妈,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,小美是我老婆,以后是要跟我共度一生的人,那我就要保护她,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的 这当然也包括你,今天我不但要给小美过生日,而且我还要带她在外面去庆祝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小美,那你就不要和我们一起出去了,你自己在家做饭吃吧 儿子,你别这样,妈知道错了,妈以后不会再欺负小美了,你带上我一起出去吃饭吧 你还是自己在家做饭吃吧,毕竟今天不是给你过生日,是给小美过生日 儿子,我不想一个人在家做饭吃,妈给你保证,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欺负小美的,一定不会再说她一句不是 老婆,咱们走吧,我们先去商场给你买礼物,然后再去接老丈人和丈母娘一起去吃饭 儿子说完,就带着媳妇走了,留下婆婆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,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朋友们,儿子这样做对吗,我们评论区留言说说吧